一只狮子跑进了火车站 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但这位老奶奶丝毫不慌 他把狮子一顿暴揍 还叫他坏猫咪 狮子怂得开溜 作为一只在动物园长大的狮子 从来没跟人类正面刚过的他 又为什么会跑出来呢 事情得从几天前说起 狮子爱丽和斑马马蒂是动物园的一对老铁 平日没事就给游客表表演 过过小日子 可自从碰上一群迷路的企鹅后 马蒂忽然心生对自由的迷之向往 晚上他趁大伙不注意 偷偷逃出动物园 想坐火车去大自然生活 爱丽发现后整个狮都急了 他带上两个朋友 冲到火车站找马蒂 结果马没找到 倒是吓傻了不少行人 爱丽被老奶奶暴揍后 还被一群警察包围了 此时爱丽正好找回了马蒂 结果还没解释啥 就被麻醉药射晕了过去 醒来后 爱丽发现自己被关在大板箱里 原来因为他们的出逃 动物保护组织的人 误以为他们不习惯城市生活 便打算开船 把他们送回非洲大草原 爱丽很生气 开始责怪隔壁乡的马蒂 说对方毁了他在动物园的生活 马蒂也很不服气 两兽开始疯狂互怼 此时在驾驶舱内 那群迷路的企鹅出现了 他们利用自己的高超技术 成功打晕船长 截下了轮船 他们想把船开往南极 可由于转向过猛 甲板上的货物纷纷被他们甩进了海里 其中包括爱丽等动物 他们慌张的大喊 但也只能看着轮船 渐行渐远 这只狮子被海浪拍在沙滩上 由于一次轮船事故 他莫名其妙给送来了一座小岛 幸运的是 他很快就找到了其他几个同伴 他劝说大家制造求救信号 但马蒂一点不担心 认为这是回归自然的好机会 说完就带大家在丛林里狂奔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群在开party的狐猴 爱丽正要上前询问 忽然一只蜘蛛落在了她的背上 爱丽吓得大喊 干着一喊 把正要袭击狐猴的狸猫全给吓跑了 狐猴们也大吃一惊 纷纷认为爱丽等动物是保护神夏凡 立马好吃好喝供赏 他们介绍 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岛 是一个充满自由与野心的国度 马蒂听后更加兴奋 拉上爱丽想在草原上奔跑 爱丽本来饿得不行 但为了朋友 她也是跑了一下 结果这一跑不要紧 爱丽骨子里的野性瞬间被激发出来 她整着是嗨了起来 在她眼里 马蒂和其他狐猴 全都变成了一块块诱人的熏肉 她忍不住张开利爪 冲马蒂扑过去 所有动物下的惊慌失措 就在爱丽要扑中马蒂屁股时 狐猴一个椰子把她砸趴 马蒂这才逃过一命 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蒂 爱丽清醒了过来 她十分懊恼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 这只狮子沮丧极了 自从和自己的斑马老铁回归自然后 她却天性使然 差点忍不住吃了对方 为了保护好友 爱丽独自躲到一个悬崖下 在周围插上木毛 以给自己形成一个牢笼 饥饿难耐的她 做梦回到了动物园 但游客们在她的脑海中 都成了一块块诱人的熏肉 另一边 马蒂也非常沮丧 她明明只是想感受自由 却没想到失去了自己的好友 这时远处汽笛声传来 之前在他们的轮船来了 原来企鹅们在回到南极家乡后 发现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便立马掉头北上 另外两个伙伴很高兴 打算乘船离开 可马蒂念念不舍爱丽 她冒着生命危险 找到了悬崖下的爱丽 打算劝她放弃本性 跟伙伴们一起回去 但这时 爱丽已经完全失去希望 她一边痛苦地跟本能做斗争 一边让马蒂快走 就在马蒂不知如何是好时 狸猫们出现了 他们对马蒂虎视眈眈 马蒂下的赶紧开溜 狸猫们紧随其后 跑得快的 甚至开始在马蒂身上挤柠檬汁 千军一发之际 伙伴赶来了 只见她一个绳索摆荡 救下马蒂 然后就撞在了石头上 接着企鹅们登场 他们一顿骚操作 打趴了狸猫 但对方依旧蜂拥而来 马蒂很快被扑倒在地 危急时刻 一声狮吼 响彻天地 爱丽登场了 她凶狠地发表讲话 说马蒂是她的猎物 但实际上 她是为了保护马蒂在演戏 狸猫们不知所以 全部吓得瑟瑟发抖 随后在爱丽和猎物们 迷之合作下 狸猫们给懵逼的揍跑了 爱丽跟马蒂回到了沙滩 为了解决饥饿问题 企鹅开始教爱丽吃鱼 几块寿司下肚后 别提多香了 而马蒂也向爱丽道歉 说无论身在何处 有朋友的陪伴才是最好的 最后 狐猫们给他们举办了欢送会 邀请他们下次再来玩 爱丽等动物 跟他们愉快地挥手 这时 企鹅们在沙滩上面面相去 那个 我们是不是该告诉他们 船没油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马达加斯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